大家好,我是沙丘投资俱乐部的Ocean 已经进入二月份了 在美国呢,从二月份开始 就是会计师非常忙碌的税务季节 那我就趁着这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投资方面有关税务的一些知识吧 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在这里所有的视频和大家都是分享一些知识 如果大家有具体的税务问题,法律问题 建议大家去找专业的人士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咨询 接下来呢,是我的一个职业经历的介绍 我在第一期视频 我们为什么要做投资俱乐部里面 已经和大家分享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那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下面的这张图呢,是整个的税法 其实就是在两本书里面 非常非常厚的两本书 当时我读税法硕士的时候 就是把这本书第一本和第二本全部学完 整个硕士学位就读完了 那虽然看起来的两本书很简单 为什么税法会那么复杂呢 我记得我当时读税法的第一 修第一门课的时候,就学了一个Tax Research的课 就介绍了一下美国的税法是怎么形成的 美国的税法的系统 然后是什么样子的 有机会的话,我也做一期短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非常有趣 今天呢,我们想着重的聊一聊 在投资产品的分配上 税务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从网上截了一张图 通常的金融公司,尤其是保险公司 会把税务这样分成三个category 来做投资 那我这张图呢,是从纽约人寿的网站上截下来的 所以这个credit需要给纽约人寿 那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保险公司 投资公司,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种类 第一类呢,叫Taxbook 就是每年都需要缴税的意思 来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第一笔到手的钱 是我们劳动所得,那就是我们的工资 公司给我们开了工资之后 我们每年是不是要缴收入所得税 缴完税的这个钱 然后呢,有一些钱我们拿去做开销了 还有一些钱呢,我们有剩余的话 一般都会存银行,存一点点 然后再拿去做投资 那银行的利息非常少 虽然少,在十块钱以上 你也是得缴税的 如果是你拿去做投资 挣的多一点 嗯,挣过来的所有的钱 这个叫Capital Gain 也是需要缴税的 所以呢,就是Taxbook的意思 就是你每年都需要缴税 我们再来看看中间这个桶 中间这个桶呢,就是Tax Deferl 用中文说就是缴税的意思 就是我们 比如说用劳动所得挣的钱 暂时可以不缴税 我们把它放到这一个桶里面 然后呢,这个桶里面呢 这些钱呢,又可以在前身前 都不用缴税 什么时候要缴呢 比如说我需要从这个桶里面 把钱拿出来 用的时候,才要缴税 那通常我们常见的呢 以养老金比较多 一般养老金呢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 单位就会给我们来一封信 如果你在美国大公司 有工作的经验的话 你肯定会比较熟悉 我说的一个这个过程 然后当我们刚入职的时候 一般的HR就会给我们发一封信 现在的公司通常是以邮件的形式比较多 我记得我刚入职四大的时候 我们的HR给我发过来一封邮件 叫我去通过这个邮件里面的链接 去一个叫Fidelity的公司 那大家做很多大公司的朋友都知道 Fidelity Vanguard和那个ChoiceWab 是比较大的这种401K的公司 就是养老金的公司 那然后我们去开完账户之后呢 通常大一点的公司福利比较好的 会有一个Marching Marching等于说是公司给你免费的钱 帮你存到养老金里面去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自己可以 放一部分钱进去 那然后每年的规定不一样 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呢 是18000 今年的话我还没有查 回头有再做一期视频 把今年的Tax Update 就是税法的Update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所以你看筒的下方呢 写了一个1099 Later 因为在你从存进取钱的时候 到利滚利的这一段时间 你是不会收到任何的1099的 等到你要取出来用的时候 你那个钱的托管方 会每年根据你取出来的钱的数量 给你发一个1099 然后你就要向国税局去申报你的 那个就不叫Capital Game了 所有的都叫Income Tax 那最后一个Category呢 叫Tax Free 有些课程的我去听过的 有些人他会说叫Tax Never 其实呢也不算是叫Tax Never吧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挣到手的这笔钱 跟第一个Category一样 你是缴过税的 比如你的工资挣来的钱 你是当年缴过Income Tax 然后呢你把这种 这个钱呢不存银行了 选在一些金融产品 就是有这个Special的税务的 好处的金融产品里面 打个比方 人寿保险有这种现金 叫Cash Value的保险 叫人寿保险里面 然后呢在里面再放进去的钱 利滚利利滚利 长出来是不用缴税的 所以在这个图片下方呢 他写了个1099 Never 就是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你开1099的 那这个第三个Category呢 有哪些种类呢 目前我知道的呢 有Municipal Bound的 有那个小孩的529 Plan 还有就是人寿保险 相关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个那种 比较常见的养老金 但是呢是 不是传统的401K这种退休金 是叫Ross的一种养老金 那有传统的Ross Aira Ross那个401K 这些种类的都是 那这三个Category呢 我们以后都会分不同的视频 然后呢会把我们的投资产品放进去 和大家分享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这一些的税上面的好处 其实呢是政府鼓励大家的 在美国呢像政府需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一般不会拿着枪逼着大家说 你一定要怎么怎么做 那然后呢 我们在学美国税法的时候 读硕士的时候 老师也经常会跟我们分享 那美国的当政者会通过一些税务的好处 来做一些 政绩上的事情吧 我就在这儿写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五类 第一类呢就是政府希望大家给自己创造饭碗 也给别人创造饭碗 所以呢 如果你是自己做生意 不管多小 从个体户到大企业的企业主 都会有很多税上的好处的 然后呢 第二个呢呢 政府都是希望大家具有定所的 不管你是给自己买房子住 或者是投资地产 都会有很多税上的好处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投资房地产上的税上的好处 然后呢 政府也希望大家老了之后呢 有所依靠 当然美国政府也有养老金 叫social security 但是我们在美国住了很久的人 或者生活工作的人 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美国的social security 大家开玩笑说叫social security 因为如果你想指望他来退休的话 也许就不够 下面第四个category 政府呢是希望我们可以保护到家人的 如果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者 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 那他们的家人是非常伤心的 既要受到心灵上的折磨 也要受到金钱上的financial上的burden 那政府是希望我们对家人有个保护 其实我们在硅谷也经常会听到某某某工程师去什么滑雪爬山 突然发生意外了 那他的家庭就非常的肯定是痛苦的了 当然在经济上也非常的需要大家帮助 那这种捐钱的事情就号召大家捐钱的事情 我们还看到蛮多的 最后一个呢 其实美国政府非常鼓励大家帮助别人 所以在美国的那个非盈利组织是非常多 管理也相对的非常完善的 就包括这一次的中国非常不幸的发生了一个coronavirus 那我们在硅谷的人呢 是非常积极的在做建筑 捐助通过不同的非盈利组织 那我也参与了一些近一点微博之力吧 当然做这种事情也是首先起心动念 就是希望别人更好 希望能近一点力量 其次才是考虑税上的好处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就是最好的 最后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 在屏幕的下方也有 对我们线下活动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到硅谷我们的俱乐部来参加我们活动 对我们的俱乐部来参加我们的俱乐部来参加我们的俱乐部来参加我们的俱乐部